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微微卫视12月12号的 交点对话节目 中共当局12月5号深夜 宣布了前政法大王 周永康的罪名 并将其移交法办 使这个悬念不绝 众说纷纭的事迹大案 终于拉开了帷幕 那么今天的交点对话呢 我们就来解读一下 周永康罪名的 不同寻常之处 并分析一下 周永康审判的看点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三位嘉宾 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 张天亮先生 张亮先生是通过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 程晓农先生 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和陈晓农先生 是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各位参加 我们今天的交点对话节目 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 交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周永康的罪名 中共当局在12月5号深夜 宣布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开除党籍移交法办 使这个悬念不绝的事迹大案 终于拉开了帷幕 那么周永康案 从最先的海外谣传 到今天进入司法程序 期间波折不断 众说纷纭 打周永康 习近平是在为改革反腐 开刀祭旗 还是出于权力斗争 铲除异己 当局对于周永康 列出的六桩罪名 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 其中最隐秘 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宣布罪名的公告 又为未来埋下了 什么样的伏笔 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 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 各位来解读一下 我们知道外界 对于周永康案的解读 有两大类 一种认为是重量级的贪腐案 显示习近平和执政党 反腐的决心 另一种认为是权力斗争 是习近平要对 薄熙来周永康为首的 所谓政变集团 斩草除根 那么我想先请 陈破工先生跟我说一下 你赞成哪种解读 我想这个有三个关键词 腐败 权力斗争 政变阴谋 所以说是贪腐还是权力斗争 两者都有 但他起于权力斗争 最后落于腐败案上 所以这两个都很严重 如果说贪腐 周永康富可敌国 他从石油部 摊到四川城 摊到政法委 那么他所贪污的 如果说是几亿 几百亿 上千亿 都不出奇 这在历史上的和声 所不能比 那么另外权力斗争 也非常严重 因为它涉及到了 就是说最近二十多年来 所谓高层权力平稳交界之下的 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阴谋 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成立了两个罪名 两种罪行都很严重 好 陈小龙先生 您的看法 我是第三种看法 我认为 确实是权力斗争 但它不是什么 周永康 薄熙来 令计划和徐才厚的 所谓政变集团 不存在这样一集团 实际上我认为 周永康只是前台的人物 他背后的后台是曾庆红 而曾庆红和江泽民 所以这么讲的原因是 在这个案子里头 前所未有的出现了 中国的克格勃 国家安全部的作用 这个角色非常奇怪 国家安全部 其实在中国是个独立运作 非常封闭的部门 周永康作为政华委书记 他其实管不了 也无法插手 如果国安部介入了权力斗争 那么其实国安部 是受曾庆红控制的 他虽然下台了 但是曾庆红势力 一直在国安部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从习近平上台之前 他就开始打击 曾庆红在国安部的势力 但是一直到今年1月 才把这个问题初步解决 好的 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我是正好是陈破空先生 跟陈晓农先生 这个两个观点的结合 我相信这个周永康被打 是因为政变 因为从贪腐来讲的话 中共公元90%以上都是贪腐的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打周永康 特别是周永康他已经退休了 如果退休的话 他已经失去了权力 因此双方权力斗争 已经不再那么明显 所以我想周永康被打击的话 就是因为周永康跟薄熙来 他们之间想 有这么一个阴谋 想窜习近平的权 那么由于曾庆红跟江泽民 是后台人物 所以说必须按照习近平的形势风格 是从外围到中心 多洋葱式的打 那么打到周永康之后的话 之后才能够打到 曾庆红和江泽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薄熙来和周永康陆续落马 好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一步习近平会怎么做 但是我想先再听听 陈破空先生的分析 就是我们知道当局 在宣布处理周永康的时候 列举了周永康的六桩罪 那么你觉得哪桩罪是最关键的 在六桩罪里边 第一条说 违背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或保密纪律 但这个只是违背党的一个 就是违背党纪 那么已经被开除党纪 设到处罗 他职务也没有了 那么剩下五桩里面 规计为三桩 一个是受贿 一个是泄密 一个是通奸 但通奸部分是道德问题 它实际上在法律上不算犯罪 所以最后又规计为两桩 一桩是受贿 一桩是泄密 而受贿来讲 我们知道中共高院高官 出受审了 一般会以受贿罪 而为主要的罪名 但是泄密罪 才是这个六桩案子的一个关键 因为泄密罪里面 可能有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 它可能给薄熙来通风报信 另一个部分可能是说 像海外媒体泄露了 习近平温家宝等领导人的资产 另一方面 它可能是给外国情报机关 提供了一些资讯 但是里面最根本的一条 应该是 它提供了外国机关 其他领导人的政治信息 这样遭致了其他领导人的报复 我想这才是 这个本案的恐怕一个关键 我想问一下 那陈晓农先生 如果只是用贪腐和滥用权力 等这种常见的罪名 其实也足够地处理周永康 但是当局公布的这个罪名 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 就是刚才像陈破空先生提到 还有什么违反组织 政治纪律等等 泄露机密等等 那么这些罪名 都有相当的敏感性 按理说当局应该尽量地回避 但是这次为什么都摊开来 暴露在天下呢 实际上这次谈到的这个 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泄密 其实是一回事 讲穿了就是周永康 涉入了高层权力斗争当中 这个泄露党魁的家族的财富秘密 那么这个词 这个做法如果换到大清朝 就叫做谋反 那么之所以现在 中共这次把泄密这个事情 给点出来 我想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泄密 已经都全世界都知道了 已经不是不是个秘密了 第二呢 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这件事情 去警告党内的这个各层官员 就是谁要在今后 有抗上谋反的做法 杀无赦 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呢 就是他不能够把周永康 泄露习近平还有温家宝 其他一些领导人的 家族财富秘密的事情 说成是政治斗争 他只能用泄密来指控他 所以泄密成了一个中心词 好的 好 张天亮先生 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 这个手中的罪行 刚才大家都提到 就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保密纪律 那么刚才程晓农先生提到 有这个所谓政变的这个说法 那么一般外界也认为 这个说法非常有深意 那么你是怎么看 就是外界中文媒体里面 有个普遍的解读 就是周永康和薄熙来 徐才厚还有令计划的 所谓这个新四人帮 有这个政变的图谋 但这种说法在 我注意到在西方主流媒体里面 并没有得到这个肯定 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 有没有什么足够的证据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外界 没有看到的证据 我觉得就是政变这个图谋事情 在华盛顿邮报上 曾经提到过 就是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 我就是习近平到底是用政变来指控他呢 还是用这个贪腐来指控他 这是这个大概一年以前 这个周永康出世传闻出现的时候 这个一个报道 这个在西方的话呢 主流媒体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 其实很多西方观察家的话呢 他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我想是不太清楚的 这个政变的话呢 我觉得曾经红跟江泽民 其中起的作用会非常大 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政变集团的话 那么这个作为周永康来说的话 他是镇不住这个局面的 因为政变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 政变之后的话 能否坐稳江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是在前苏联的亚纳耶夫 他曾经成功的软禁了戈尔巴乔夫 但是呢 由于他这个控制不了全国的局面 所以呢 这个他最后自己就是以叛国罪被捕了 所以政变之后的话 控制局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党内大佬的支持 这个周永康根本就镇不住这个局面 那么比周永康权力更大 更能够就是说一言九鼎的 那么就是曾经红和江泽民 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首肯 周永康的话是不可能策动这场政变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令计划是受证变 这个是比较不靠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博讯上说 令计划想在政变之后 做中共的总书记 那么以他的这个资历 人望 民望啊 人脉啊 政绩啊等等 他都是不可能坐得稳那个位置的 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名单里边的话呢 可能多了一个名计划 少了曾经红和江泽民 但是说到这个周永康政变 我们知道周永康本来就是在 十八大是一定要退休的 那么说到周永康的两大问题 结党隐私 所谓政变吧 以及卸命的 都是发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以及卸任以后 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就是十八大他既然要退休 他为什么不想平平安安的下车 平平安的退休 而是要挺而走险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大家这个问题 其实很值得回答的 我想先听听程晓农先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很明显 如果周永康即将退休 这个时候平安下车 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们看到他选了一个败招 铤而走险去了 为什么 我觉得他是被人逼迫 别无选择 就是说 如果他不参与 这个别人指使他参与的 从事的这一系列反习的活动 那么他也是思路一条 根本原因在于 他是曾庆红江泽民提拔起来的 而他自己的一系列尾巴 贪腐 甚至可能还有杀妻的嫌疑 这些问题也都捏在曾庆红手里头 他要不照着办 他同样是死路一条 所以对他来讲 反正被逼到这个份上了 那就铤而走险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 曾庆红和江泽民为什么要反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 他们从来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担心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 毛泽东的话担心文革被清算 所以指定了江青做他的接班人 那么邓小平的话 因为害怕六四被清算 所以说他指定了江泽民 作为他的接班人 因为江泽民是六四的受益者 那么这个邓小平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遗产 就是改革开放 后来江泽民表示 他要坚持改革开放 所以邓小平就把他留下来了 那么江泽民的政治遗产的话 其中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 那么江泽民非常害怕 这个政治遗产被清算 所以说他在十六大下台的时候 就指定了曾庆红、罗干、李长春 和贾庆林进入政治局常委 然后采取九个常委 各管一摊这种方式 使得胡锦涛不能够去清算 他迫害法轮功的问题 而由罗干继续执行 那么罗干下台之后 同样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那又指定了周永康 因此将周永康从四川省的省长 直接平调为公安部的部长 继续这个镇压的活动 那么周永康下台之后的话 同样需要指定一个接班人 避免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 那么他指定的就是薄熙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薄熙来已经出事之后 周永康为什么要力挺薄熙来 而且为什么江泽民跟曾庆红要策划 这么一个反习的这么一个政变阴谋 好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对不起 我想听听破空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政变阴谋里边 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平安下车 我倒不是觉得他是不愿意 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因为如果说有政变阴谋 应该说是筹划很多年 应该在十七大之后 基本上周永康跟薄熙来 至少徐才厚这三个人是完全有关系联系险了 那么至于古零定计划有没有关系 未必有关系 但是318车祸之后 2012年 那有可能周永康逼迫令计划跟他结盟 这种可能性存在 所以究竟是新四人帮还是新三人帮 这个还有待考证 但是政变阴谋确实存在的 但这个政变阴谋它不是激进式的 它是渐进式的 它打算等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 继续掌握庞大的政法委的资产 维稳资金之后 然后循序渐进到19 大的时候把习近平搞下来 所以这个阴谋 由于它不突然爆发 说实在周永康他认为很有胜算 由于他觉得有胜算 因为他不存在觉得自己有安全问题 或者危险的问题 而且中共有潜规则 行不上常委 他是有把握的 因为讲贪腐 几乎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 都有严重的贪腐 或者家族严重的贪腐 像李鹏家族摆在那里 既然那么严重 那么他都觉得是可以过关 所以他不存在说自己有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既可以说是铤而走险 也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 进行他的政变计划 好 陈晓农先生 您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 我觉得张天亮先生 谈到了这个法轮功问题 我觉得不是个主要原因 因为习近平并没有打算 在法轮功问题上和江泽民 还有胡锦涛这两任总书记唱反调 所以他会继续地保持原来的态度 只是说不加强镇压而已 但是要害问题不在这儿 要害问题在于 这个新皇帝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老皇帝想要做的是 把习近平变成习近涛 也就是说像胡锦涛一样的 这个能够随便地捏来捏去 让老常委们能够操纵局面 保住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一点现在 在习近平和退位的老常委之间 特别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间 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双方已经到了动用情报系统 和在军队系统内 发生了种种的摩擦和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矛盾日益尖锐之后 就开始出现了 彼此打击对方的势力 那么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 习近平和曾庆红 江泽民 实际上都是双赢双输 所谓的双赢 就是习近平巩固了权力 江泽民 曾庆红 保住了他们的地位 不受清洗 双输就是习近平丢了面子 江泽民 曾庆红 丢了他们的影响力 好 张天先生你没有要回应的 我觉得我跟陈晓农先生的观点 就是部分一致 部分不一致的 因为习近平的对法轮功的态度 确实到目前为止是不明朗的 但是恰恰是因为不明朗 所以说江泽民还对这个事情 他有所顾虑 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能决定的 很多迫害的事情 前一段时间欧洲议会发表决议 就是关于破坏法轮功问题有相关的决议 美国现在国会的话也在酝酿一个决议 所以说这种事情越来越揭露出来之后的话 会给习近平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习近平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 所以说他很有可能把这个问题的话 归在江泽民的身上 这个是江泽民比较顾虑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也不认为说习近平就追查到周永康为止 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 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些危险 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我想请陈破宏先生来分析 我们知道在这个当局宣布处理 这个周永康的公告里面说呢 调查中还发现这个周永康呢 有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既然已经列了六张罪名 那么这个说法说其他线索又暗示了什么 你觉得被未来埋下了什么伏笔 那么陈破宏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 这个公告中说 有其他发现了其他犯罪线索 这句话呢意味深长 因为这句话似曾相思 那就是在薄熙来案中就出现了这句话 当时不公布薄熙来的这个四张罪 或者五张罪的时候 这句话就放在后面 那么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当时如果从前的理解 薄熙来还有其他案件 比如炸击的案件 那么还有一个暗示就是说 薄熙来跟其他领导人有关 只不过当时是切割处理 比如说薄熙来就跟周永康有关 薄熙来在法庭中 没有公布的法庭陈述书中就说了 他当时接到政法委的指示 把这个王立军做精神病来处理 那就是接到周永康的指示 所以可以说薄熙来在背后 在监狱中可能大量地揭发这个周永康 才是让周永康真正这个 无法逃脱的一个重要的人证 同样道理 今天周永康案又出现了这句话 说有其他线索 有几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他还有其他罪行 比如说杀妻 把他这个前妻给杀了 或者是他还卷入了其他腐败案 或者还没有查清时间关系 那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跟别的领导人有关 那么习近平是把他 目前为止是切割处理 但是留下一个负比 就是说如果我要扩大的话 随时可以牵涉到其他领导人 而且周永康一定会 作为一个重要的人证 比如说江泽民也好 曾庆红也好 在其他贪腐问题上 在这个情色问题上 都可能跟周永康合谋 因为他们毕竟是长期的亲信关系 而且周永康是江泽民 一手提拔的铁杆情信 他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局常委监控胡锦涛 就跟徐才厚和郭伟雄 在军委里面监控胡锦涛一样 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 他们之间共盟 很多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好 陈蒋农先生 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知道周永康被查的消息 从薄熙来倒台的前后 就开始盛传 但是到现在才移交司法 那么这个案子拖了那么久 你觉得中间的波折到底是什么 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案子拖了差不多一年 到现在才公布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节 不在周本人身上 而在军队和柯格勃身上 也就是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控制不住军队 控制不住特务系统 他是坐不稳的 那么恰恰就在这两个系统方面 习近平始终面临着控制上的困难 军队的大部分干部 都是在江泽民时期任命的 通过徐才后任命的 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贪腐 和拉帮结派的东西 这些人习近平不能完全控制 而且他们因为利益相关 彼此互保 而情报系统 我们前面谈到的国安部 其实长期以来 根本就不听习近平的话 所以这个事情的 周案的转折点 不在周永康身上 而在两件事上 第一个就是一月份 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被捕 这件事情造给习近平 这个控制情报系统 打开了突破口 第二点就是徐才后被扣 然后进入这个 这个双规和这个清查 然后造成了军队和情报系统 大批的人 人人自危 在这种局面下 习近平才巩固了权力 巩固了权力之后 他才开始清算周永康 好 我们知道 这次周永康处理消息 出来以后 那么军队的将领都纷纷表态 要坚决和中央站在一起 支持习近平的决定 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 张天亮先生 你觉得这个案子拖那么久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在大陆财新网 这个它是亲习近平阵营的 一个媒体 因为胡舒立和习近平的 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好 他其中有一个评论提到说 周案的这个完全妥恰处理 曾经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 其后续的展开 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 这就说明就是说 在办周案的过程中的话 习近平遇到了很多的阻力 我想比周永康小的人的话 很难对习近平形成真正的阻力 因为他已经办到周永康这一级别了 因此应该是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 来给习近平施加压力 或者施加影响力 那么说后续的过程 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的话 就说明这些老虎们 还会继续给习近平捣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因为比这个周永康更大老虎的话 那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 前两天这个温家宝有一个密友 叫吴康明在这个明报上发表文章 应该就是昨天发表的 其中提到就是说 周永康之所以办不下去的话 是因为有两个过气的大人物 在后面组织 这几乎是已经是不点名的 提到了曾庆红和江泽民 然后呢他又说说 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出来 到什么国家博物馆提字吗 那这个事情呢指的就是江泽民 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 吴康明讲这个事情的话 他也可能是替温家宝发声 也就是说呢 这个事情将来还应该 向曾庆红和江泽民 那个层面去追究 说到这个继续追究的层面 那么外媒很多都注意到呢 就是说习近平现在 以贪腐名义打击的这些 打击了几个重头人物 但是这些人呢 除了这个薄熙兰以外 都是所谓这些平民子弟 尤其比如像周永康 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那么他们就觉得 实际上再往红二代 那个方向打的这个可能性 是非常小 因为迄今为止 以贪腐罪名 处理人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 那么我想听听陈伯红先生 你对这个说法 你是怎么看的 习近平打击的 确实是就叫官二代 就是平民出身的这个官员 目前为止落马的 而薄熙兰是因为 涉及了政变阴谋 要夺他的权 要他的命 所以他把薄熙兰给打下去了 但是打到薄熙兰 还是手下留情 做了一些切割处理 这个古开来没被判死 那个薄熙兰也留下了一命 所以说这个是有点区别对待 那么这个周永康的落马 是近一个的证明 就是说平民出身的官员 你在这个 你毕竟没有那么数大更生 另外的话 在这么一个新的气氛下 是个太子党全面接班 红二代全面接位的情况下 那平民出身的官员 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温家宝 这些也是出身的 平民出身的官员 但是温家宝 为什么不会受到追究呢 那就是站队的问题 因为在反驳这个过程中 导播这个过程中 温家宝跟习近平 胡锦涛站在一条线上 所以对习近平构成了助力 所以习近平接班的一个 一个推助力 是一个重大的重成 工程 所以温家宝是立了投工 那么现在周永康 这个案件不一样 周永康是在他接班过程中 形成了妨碍 重大的妨碍 甚至参与阴谋 要把习近平拉下马 所以这里边 不仅除了表面上的政治斗争 贪腐以外 还涉及了政治报复在里面 就习近平他确实是要抱一箭之策 好 再听听程小农先生 你觉得这个红二代 和官二代的区别处理上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周案 已经明显地反映出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 这个里面涉及了大批的 红二代的这个不当 或者说不法财富的问题 但是习近平基本上 把这些问题全部一床被子盖过去 就捂住拉倒 换句话讲 我后面还会再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和曾庆红 江泽民之间 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 这个默契就是 反腐败和政治权斗 不能够涉及到大批的红二代 换句话讲 这里有个底线在那儿 如果动了大批的红二代 就动了党国的根本 所以可以打平民高官 但是尽量不去触动红二代 所以红二代的贪腐问题 反而被轻轻地放过去了 好 最后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看到海外还是有很多人 在继续放各种各样的风 就是像曾庆红 江泽民 还会通过他们的派系 向外放各种各样的假消息 比如现在有人说 李克强要退休了 然后就是因为身体不行 那么还有就是说 在打周永康的时候 不断的有很多 关于李鹏家族的贪腐 现在又说贺国强家族有贪腐 所以我想既然有这么多的消息的话 实际上是想把这些人捆绑起来 不管是李鹏也好 贺国强也好 这个是捆绑起来之后的话 这样能够和周永康这个排气 既然都是贪腐 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站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在打周永康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顾虑 但是现在周永康已经被打下去了 那么还放出这样的消息的话 就说明习近平还可能继续以贪腐的名义 向上追查 所以才有人出来放这样的消息把水搅混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倒并不认为说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 反而我认为这些消息的话呢 恰恰说明曾庆红本人很危险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消息放出来 我先补充几句 好 请讲 我补充几句 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案子拖这么久 我想在这个2013年10月周永康还最后露面一次 也就在十八大结束后一年 对周永康的调查是暗查 到这个2013年12月 这个后来才这个周永康受到软禁 之后才进入明查这个阶段 说分两年 这个阶段上就分两年 另外呢 打破刑部常委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这个潜规则在中共内部可以说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要一举打破是很难的 要找很多的那个那个借口来 另外里面呢就说 政治老人像江志明这样的人 对这个案件形成的妨碍 应该是外界所难想象的 所以由于这些艰难的过程呢 所以最后呢 就像财新王所说的那样 那么最后才能够出台 最后还很难说 所以这个过程呢 拖着眼这么久 是非常在情理之中 另外一点 讲到这个就是四人帮 刚才我说 可能是四人帮 可能是三人帮 但也可能是多人帮 就这个政变业目 究竟设计有多广 是不是还涉及到 曾庆红江志明 或者更多的人 甚至是不是江志明是总后台 都很难说 所以把周永康打下来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呢 就是说震慑 那些已经退休的政治常委 将来不要乱动 但另一方面 也对政治老人构成一个威胁 就是如果你要干政的话 我可能连你们一起办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举双得的过程 好的 有关这个周永康的罪名呢 我们就要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 周永康的审判 有什么看点 请请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